圣族求祢怜悯我 因为我困苦难当 求祢救我摆脱活的仇敌 圣族因为我不求了祢 求祢不让我盲羞 因父及自己圣神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 基督的圣从 圣旨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与你和心里同在 大家早安 圣父早安 今天的福音是延续了昨天的 昨天我们听到了耶稣所做的 耶稣所说的 这一切都是来自祂的父 所以在今天 耶稣再一次的向犹太人说的 他说 假如 假使我不做我父的事 你们就不必信我了 如果我没有做我父 他所愿意我做的事 你们就不用相信我 你们就不需要听我了 他所做的 是他所托付给他的 那我们这个 我们也可以问我们自己 我们每天我们所做的 跟天主是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是否真的是把天主的话 放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家执行呢 现在我们大家认罪 准备我们先参加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我下春了的天主 和各位照友 承认我誓言行为上和过失 我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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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得咒罪 为此可请众生 同志圣玛利亚 天使圣人 和你们各位照友 为我祈求上主 我们的天主 愿全能的天主催恋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请大家祈祷 上主 我们由于软弱 长久为罪恶所奴役 而不能自拔 求你人世的怜悯我们 解除我们的罪恶的枷锁 使我们获得心灵的自由 以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祂和你去圣神永生永晚 阿们 公读耶勒米亚先知书 我听到了许多人的辱骂和群众的恐吓 你们揭发 我们就必控诉他 甚至我所有的朋友也侦查我的破绽 也许他会上当 我们必能胜过他 向他报复 但是 上主与我同在 像一位恐无有力的战士 因此 迫害我的人都要失败 绝不能置胜 由于谋事不成 必将蒙受极大而永不可磨灭的羞辱 万君的上主 你考验义人 洞察人的肺腑和内心 我把我的案情交给你 愿你使我看见你对他们的报复 你们要歌颂上主 赞扬上主 因为他从恶人手中 抢救了穷人的性命 上主的圣言 感谢天主 我在极难中呼求上主 他听了我的道声 我在极难中呼求上主 他听了我的道声 上主 我的力量 我爱慕你 你是我的磐石 我的宝藏 我的救助 我在极难中呼求上主 他听了我的道声 我的天主 我的避难所 我一生投靠你 我的护盾 我大力的救援 我的堡垒 我一呼求应受颂养的上主 他就把我从仇敌手中救出 我在极难中呼求上主 他听了我的道声 死亡的洪水围困着我 灭顶的巨浪冲击着我 鹰府的绳索缠绕着我 死亡的罗王等待着我 我在极难中呼求上主 他听了我的道声 我在极难中呼求上主 向我的天主求助 他从圣殿中听了我的道声 我求救的声音传进他的耳中 我在极难中呼求上主 他听了我的道声 主耶稣 主耶稣 我们赞为你 光荣宜 主耶稣 我们赞为你 光荣宇 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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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赞为你 光荣宇 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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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赞为你 光荣宇 主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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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重复来的许多善事显示给你们, 你们因为哪一件要扎死我呢? 犹太人回答说, 为了善事,我们不会扎死你, 而是为了亵渎的话, 因为你是人,却把自己当作天主。 耶稣说,我们的法律上不是记载, 我说过你们是神吗? 经书是不能废除的, 如果那些承受天主的话的人, 天主常见,他们是神, 那么父所圣化并派遣到世界上来的, 因为说过我是天主子, 你们就说,你说亵渎的话吗? 假使我不做我父的事, 你们就不必信我。 但若是我做了, 你们纵然不肯信我, 至少要信这些事。 这样你们就清楚知道, 父在我内,我在父内。 他们又想抓了他, 他却从他们手中逃脱了。 耶稣到了约旦河对岸, 到若汉从前实习的地方住下来。 有许多人来到他那里, 说,若汉没有行过神迹, 但若汉关于这人所说的一切话, 都是真的。 在那里有许多人就信了耶稣。 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大家平安。 全都平安。 四十年的时间, 为耶稣米亚做限制是非常痛苦的一段时间。 耶稣米亚他做限制, 这个是他在他的书里面的, 他说如果他没有做限制, 为他更好。 因为他做了限制, 他受了很多很多的委屈。 刚才的读经我们所听到的, 我们所听到的, 很多很多人就是在那边要危害耶稣米亚的, 但是耶稣米亚他相信天主会保护他。 好, 有许多人为什么他们要陷害耶稣米亚呢? 我们看了应该是在耶稣米亚 限制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理由。 他做限制的时候刚好是约翠亚做王。 约翠亚他开始改革这个离仪, 离仪改革。 他把很多很多的神明, 就是为了其他的神明的庙, 采取, 他不但是采取了这些的庙, 他把这些在其他的神明庙的实际们也杀死了。 耶稣米亚他接受约翠亚的这样的做法, 这样的改革的一个运动。 所以因为他支持约翠亚这样做, 很多很多的在庙里面的工作的这些的实际们就很恨耶稣米亚, 因为他们变成是没有什么工作的, 他们失业了, 是因为这样的这些的实际们, 他们也来攻击耶稣米亚, 这个是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是耶稣米亚他所宣传的, 就是天主通过他的口去向犹太人说话, 那时候他们还没有, 要去被重军到巴比伦, 所以他们要被重军到巴比伦, 之前耶稣米亚已经看到了, 有一个力量要来, 那这个力量是要来, 要迫害犹太人, 所以他的话里面, 第一句话, 而不是第一个, 他所话的第一个内容就是, 迫害拔除, 就是拔除跟迫害, 那人民一听到了这些的迫害, 每天每天就听到, 他们这样会被迫害, 他们就会很, 对耶稣米亚, 他们不是要去悔改, 反而他们来, 把这个迫害的这个行动, 放在耶稣米亚身上, 他们就来迫害耶稣米亚, 这个是他所宣讲的第一个内容, 第二个内容是反转, 反转, 那这个反转是什么意思, 耶稣米亚他一直告诉犹太人, 你们所敬拜的那个唯一的神, 就是在耶稣米亚身殿, 你们用在圣殿的这些的礼仪, 这个本来是为了要敬拜天主, 但是你们错过了, 不是你们错过了, 你们错了, 你们把圣殿, 把在圣殿的礼仪, 把法律当作工具, 当作工具, 为了什么, 为了你们自己, 你们自己觉得你们自己有保证, 你们可以过你们的生活, 有天主的保证, 所以你们去行邪恶的行为, 你们说没关系, 反正我们就有圣殿, 天主也住在这个圣殿, 天主会保护我们, 所以他把他们这样的礼仪, 他们这样的一个, 对圣殿的一个思想, 反转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思想, 圣殿不是最重要的, 寄宪不是最重要的, 天主要的是什么, 他们认识天主, 认识天主, 天主是怎么样的一个天主, 天主认识了, 天主是正义, 所以他们也被要求要行正义, 而不是完全是依靠在圣殿里面做寄宪, 这个他们就有了保证, 所以敬拜天主, 但是忘记了正义, 这个就是会受迫害的, 这个是第二个主题, 一个反转, 反转他们的思想, 第三个就是建设, 建设, 听起来这个建设是非常非常的好, 我们要建设好的, 好的我们的生活模式, 但是他所讲的这个建设, 是他们已经被重军到巴比伦了, 他们已经到巴比伦了, 以后他们就告诉他们, 说你们在巴比伦的时间不短, 会很长, 所以你们一定要跟巴比伦人一起合作, 你们在巴比伦建设你们自己生活, 你们就在那边呢, 就接受他们, 与他们接受他们的那个同志什么的, 要向他们学习, 要在巴比伦建设他们的家园, 那这个被犹太人, 他们也是不接受, 他们想我们来这里是一段短时间的, 以后呢, 我们要回到我们的故乡, 回到耶路撒冷, 在耶路撒冷有我们的圣殿, 是因为他们这样的固执, 他们受的迫害更大了, 他们本来是第一批人被重军的, 但是因为他们没有听耶利米亚说的话, 他们非常的固执, 这个的重军有两次, 从耶路撒冷有第二次, 那这个第二次的时候, 这个圣殿就被迫害了, 被毁灭了, 所以如果, 如果他们听他的那个耶利米亚的话, 可能这个耶路撒冷也不会被迫害的, 所以因为是这样的, 耶利米亚他过的生活,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痛苦, 一方面, 他把天主的话, 向他自己的殖民说, 但是自己的殖民没有听他的话, 反而来迫害他, 所以从这里, 我们看这个, 从耶利米亚他的做法, 可能我们自己, 我们也说不定, 我们也在某些事, 某些时间, 我们扮演的是先知的角色, 可能我们把天主的话要说出来, 不会有人听, 你可能受苦, 但是你要坚持, 因为你所行的是今天福音我们听到的, 我所说的是天主的话, 如果不是天主的话, 你们就不用信了,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是把天主的话要说出来, 我们真的是要坚持, 即便我们受苦被迫害, 我们要继续坚持下去。 现在让我们把今天的祈祷的一项一起奉献与天主, 天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言心,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荣, 帮助福音, 帮助福音的散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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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求祂, 圣母玛利亚, 及诸圣人圣女的榜样, 众生事过你。 天主, 请你以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祢生于我们的父母、 家人、亲友及切恩人, 生于教会首长、 国家领袖及各级政府外园, 使他们依照你的旨意为众人服务。 全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分世间的安慰者圣神, 祈祝于我们, 其切信仰在心中。 求赐我们敬畏及宵爱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聪明及刚义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阿们! 求赐我们最高的上智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天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卷弃成见,少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稍微蒙受福音的广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理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 并封主耶稣基督的名为他们祈祷。 我们的天父, 愿你的能力受洗浪, 愿你的勃来赢, 愿你的执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天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日用的食量, 求你宽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宽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的心灵游过, 担救我们的免于修合。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愿全能的天主, 圣父,圣子及圣神将福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早上的圣道礼仪, 礼成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当我在黑暗痛苦血黄中, 有你终光明就在我心, 踏实能成为奇妙的修主, 摄悉天上荣荣华为我降生。 他又为我被定在十字架。 请愿受苦喜记我的罪, 莫要尝心描住哈利路亚。 从今后永不愧再绝望。 他认识深量的爱, 令我从过光光举浪。 不如一个密疆的真心, 带给我无限的希望。